嗨,大家好,我是棒妈 我来拆一个新衣服 这是我刚买的衣服到的 让大家来看一下 看我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因为我每次买的衣服 我老公都说衣服很丑 但是我自我感觉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但是她每次我的衣服 她都说很好看 让大家看一看 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好,我拆开来 让我来打开包装 差不多等了十几天 终于到了 看一下 是一件这样子的 然后袖子呢 是这种泡泡袖 然后是一个连体裤 感觉还行 但是感觉裤腿好像有点宽 那我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了 就这样的效果 怎么样 后面这个标签我没有剪 因为它有一个扣子在这儿 再往后一点点 还可以 面料很舒服 而连体裤呢 我感觉就是 比较 因为它上身的话 是这块是收的嘛 比较显腿长 黑色的话也比较显瘦 但是唯一的 我就是觉得 领子有点大 内衣还要露出 这块有点大 带孩子有时候就感觉不方便 就需要穿一个那种 安全内衣 这蕾丝的话 这蕾丝边这边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内衣 忽略我的后背 有点黑 尾巴 你们觉得丑吗 我老公会说好看吗 今天回来让他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性感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其他的几套衣服 你们觉得是土呢 还是好看呢 我挺喜欢的 还不错 不用退了 可以 就是领子有点大 娃娃穿这个漂亮不 漂亮 好不好看吗 好看 你又在干嘛呢 我要穿 小花了 再看一下这件衣服 这是我去年买的 是在华人超市 我记得当时 把活动150块钱买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样子 因为我腿比较细嘛 然后穿这种 就是底下上 也就是宽一点的 这种裙子的话 然后腿藏起来 也会觉得很丑 有一种深色 因为皮肤也比较黑 深色的话 好像还比较显白 怎么样 这种黑色碎花 穿我黑色的鞋子 也比较大 好 再换一套 再看一下这件旗袍 这个小旗袍也是我去年买的 也都不贵 因为我比较爱在早上买衣服 基本上 夏天的衣服 一两百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质量也行 这个是这种的 因为它是有点做了改良的这种气袍 也不是特别紧 就底下做了一个这种 荷叶边 但因为你带孩子的话 感觉穿气袍不是很方便 因为它这块 你底下要穿那种安全裤 这个颜色也可以 再换一套 来再试穿一件 这个 这个是我前年买的 是在店里 它当时是搞甩卖吧 是一百块钱 它要一百五 搞价一百块钱 因为这个衣服 我当时买回来 他们反正穿出去 朋友都说很好看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记得是一百块钱买的 这个的话 裤子比刚才的那个 买的那个连体裤的话 裤子稍微宽一点点 但是面料很舒服 非常超值 才一百块一百块钱 这个颜色也比较好 这个颜色给人感觉 是不是有种知性味的感觉呢 这个连体裤 是我夏天 基本上 扇扇率比较高的一件衣服 就唯一的这种连体裤的缺点 就是 有时候你穿拖的话 不方便 因为上厕所 从上到下要全拖 什么颜色 灰色的也叫什么颜色 还是比较耐看的 就这件衣服 我老公也说不好看 我就不知道 是她的眼光太差了 还是 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俩都不在一个欣赏水平 她每次出去 反正看的衣服 我感觉都是 我婆婆可以穿的 然后她说是我能穿 没办法 审美差异啊 再换一下 再看看这一身 这一身搭了一个浅色的鞋子 这鞋子是我前一段时间买的 是在林平会淘的 它好像还是一个什么牌子 打得下来八十几 这个衣服呢 也是我刚才买联体铺那一家 大陆家的 是一个去年买的 也是一个白色的一个长袖 然后我自己搭了一个 这个蕾丝粉色的蕾丝裙子 然后配了一个这个小耳环 还是比较搭的是不是 我没扣扣死 后面的那一扣是 这个我也比较喜欢 毕竟自己喜欢才会买吧 对吧 还可以 就是因为它领子这块大 也是需要一下创作果胸的 二环 二十块钱淘的 好 再换一件 再一件红色的 这件红色的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感觉穿的时间也比较少 也没太怎么穿 因为就是有时候觉得太艳了 但是像红色的话就拍照非常好看 估计这件衣服我会把自己笑死 像不像麻袋 这能装 差不多能装三个两三个人吧 这么宽 我记得那次穿这个衣服去我姐夫家 我姐夫说 你穿谁的裤子 咋这么丑的这么难看的 然后我后面我也没咋穿 是不是这样子去不好看一点 这样扎一下 是吗 反正这种衣服感觉我调不起来 是这样 不过亚麻的穿的很舒服 但唯一缺点就是爱皱 感觉没样子 可能还是个人穿衣习惯吧 有的人肯定你就喜欢穿这种 松松垮垮的这种 比较自在 也没有舒服的这种衣服吧 它觉得比较舒服 没衣服穿了可以拿出来穿一穿 这一套我当时还花了三百多块钱 有点后悔 现在想想 哎呀三百多块 三百多块都买这一套衣服 真是乱花钱呀 你们觉得爸妈刚才试的这几套衣服 哪一套最好看呢 你觉得爸妈买衣服 买的这些衣服都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好啊 感谢观看